早上的这一段程式基本上在云端上也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在云端上面的第14页的这边其实就这一段 如果你早上部分有问题的话 你Ctrl C把这一段贴到那个程式里面其实就可以了 记得是贴到一个module 如果你没有module记得要插入一个module模组 然后把这个程式贴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早上写的一模一样 那早上有提到有个这个for回圈 基本上你将来只要给一个范围 也就是哪一列到哪一列的这个变数 那他就会帮我把每一个变数呢 从4到103呢 帮我逐一个逐一个 就是说他会先把4丢进来 然后这边全部都丢个4 那串接的部分的话 实际上他进来的东西一个 就是一个4的变数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4串在里面的话 那记得前后一定要有一个end符号 那把i放进来 这个我想还蛮重要的 而且将来最容易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其他应该都还好 OK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那输出的话呢 就是把公式 这个公式逐一的输出 那如果清除的话 其实就是把这个public sub到end sub的部分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把它贴上 那不过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称改成清除 那这个清除不是像早上那个录制聚集 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清除的话呢 其实记得就是把后面的公式这一串 后面这一些有没有 直接删掉 加一个空置串就可以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里面呢 帮我把这个空置串 空置串就是清除的意思 帮我把它丢到这里面 所以清除的话执行 它就全部清空了 OK 门号 这样子 但是呢 早上讲到这个输出门号 它实际上就是把后面这个公式 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让它显示出来 所以其实就把公式放到这边来 那里面只要有列号的部分的话 它就会自动根据这个I的值 自动帮我把它这个产生那个变数 OK 然后清除大概也是一样 OK 就把这个东西丢过来 然后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早上有提过 就是说 如果我丢的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需要输出的是一个结果 结果怎么做 特别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拿 刚刚这一顿复制一下 贴上 然后把底线公式拿掉 那输出的话就不是输出公式 那输出什么呢 实际上就输出一个双0号 这个跟那个 在一身有里面打公式还蛮像的 09 有没有 09 假设我们现在09输出会怎么样 有没有 9为什么 因为它输出把它当一个数字 所以0就被去掉了 那后面的话呢 09后面什么 要加什么 加111嘛 所以要把111拿到这边串在一起 再丢过来 那这个地方 这边是要 VBA跟那个 Excel还蛮像的 只是说那个M的符号 Excel是前后不用空白 但是VBA前后要空白 那接下来我要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来帮我放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再丢出去 可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跟这个有点像 有没有 实际上 这个跟这个差在哪里 就是把什么 把E改成F就好了 实际上这个嘛 这个就是Sales的I列 I列是从第四列开始 然后呢 F栏 所以其实一个简单的改法 我习惯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到后面去 那复制我Ctrl 谁Ctrl 或者是拖拉加Ctrl 键 然后这边 通一个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F 复制贴上也可以 或者我习惯用那个拖拉加Ctrl 键 就是复制贴上 OK 然后这样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有没有 他一样 不过他里面因为也没有 就是非数字以外的资源 所以他变成把它当成数字看待 OK 那后面的话呢 再串一个end end什么呢 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在这边做有比较像那个 早上我们那个在Essal做公司 差不多资金 好 那后面的话 有没有 那早上我们有提过 在Essal里面 我们用一个叫Test函数 可是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VPA里面的函数哦 跟你Essal里面的函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VPA里面哦 他没有Test函数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Format Format函数呢 使用的方法哦 跟那个Test函数哦 很类似 所以我们后面串接一个end 当然如果我直接丢什么 丢那个84的话 84在区嘛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 把这个串在后面 Sales的这个复制贴过来 这边把它改成G 那这边当然会出现是 就不是084而是84 所以要变084的话呢 记得哦 可以哦 类似把这一个资料外面包一个 叫做Format 它的用法跟Test几乎一模一样 Format 钱瓜糊 OK 这个东西哦 那这个东西Format 它是VBA里面的函数哦 跟eSales里面的函数是不相 不相容的哦 虽然说呢 VBA是在eSales里面啊 可是他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函数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呢 Format它 钱瓜糊 把这个格式化 豆点 跟那个Test一样 双引号 000 后双引号 加一个后瓜5 诶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 84哦 84资料放过来 然后经过Format之后 前瓜5嘛 豆点把它变成000 它就变成084 它输出到那个 朱珍哥里面 让我们看一下 Format它 结果看一下哦 OK 知新 有没有 084 所以后面的话 G OK的话 那H也是一样 所以哦 其实书法炮制怎么样 把那个 这一段程式嘛 哪一段呢 因为我还有个简号 还要一个Format H 所以可以把什么 这边哦 从哪里呢 从end 记得空白要加 因为它一定要空白 空白到后面这一串 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然后怎么样 把这边再改下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呢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 来试一下哦 这边来看一下 知新 OK 这样就完成了 那里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哦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呢 它是放 最后串接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有没有 它实际上 逻辑上 先把09 然后end 就把这个什么 这个储存格的东西 搬到这边来 然后再把这个储存格东西 搬到这边来 这个储存格 放到后面去 然后怎么样 格式化之后 全部串完之后再丢过来 啊这个就指的是哪里 这里 有没有 所以其实有点 去上面把资料拿过来 然后全部串在一起之后 再丢回去 那因为我们外面有包一个回圈 所以这个回圈的话呢 会自动变嘛 先4 再来5 再来6 一直到103 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早上的那个 门号公式部分 我刚刚这个清除是直接拿这个 复制贴过来 然后把名称改成清除 后面改成两个双引号 其实是清除 那这个门号的话呢 就是再把它串接 OK 串接公式在这里 另外细节如果假设你实在是写的有点困难的话 刚刚这两段 还有另外刚刚讲的这一段 都在云端上也可以找得到 你可以直接贴过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